包装设计是传递产品特性和品牌定位的首要意象 为了鼓励业者发展特色包装设计 台东县政府推动了金品奖竞赛 历时4个多月交件评选之后 有13件单一商品及8件的伴手礼获选 不仅展现出品牌故事、台东特色 也融入了环保概念,赋予产品新形象 获选业者依上台受奖表扬 他们都是2019台东金品奖产品包装设计获选商家 俗话说人要衣装、服要精装 好产品也要好包装 台东县政府自105年起推动台东金品奖 产品包装设计奖励计划 鼓励业者发展具在地性、原创性及市场性的产品包装 推展品牌意向与价值 历时两个多月提交设计评选后 共有13件单一商品及8件伴手礼作品获选 金品奖的颁奖 其实目的也就是希望在辅导的阶段 能够有一些正确跟适当的资源投注给他们 在环保意识抬头下 业者除了讲究设计美感外 也特别着重于包装环保材质的选择 为产品创造检发美学 我们自己的商品 槟榔、烟草、小米酒的手工罩 也都已经跟在地的植物座结合 那所以包装上也想要呈现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找了部落妈妈 就是他们会从月桃栏 他们会从山上从野生采集开始 采集月桃回来 从处理的过程一直到边 台东金品奖累积至今 共协助67家在地业者 优化产品包装行销 总奖励金高达180.9万 目前也已成功取得花东基金资源益助 持续透过品牌台东全面发展补助计划 进行产品包装设计奖励 拓展国内外贸易与商机 协助业者行销再升级 记得夏家会台东市报道